第一步 预定轨迹 在伸缩门安装位置用墨线弹出一条直线 用尺子在每隔30厘米处用记号笔记出导航磁铁位置 用直径为25毫米的钻头钻孔 孔深约3厘米 依次全部打完 然后用扫把扫出孔内灰尘 将轿直器插头朝向机头方向 用拉抱螺丝将其固定 第二步 预埋磁铁 在距离关门位置20厘米处用记号笔标出来关门线位 用七颗机切割出关门线位槽 倒入少量水泥 将关门线位磁铁放入 用木条等没有吸附性的工具敲打于地面一屏 接下来进行导航磁铁的安装 孔内灌入少量水泥 把导航磁铁按照磁级一致的方向放入孔内 磁级错放会导致门体走偏 用木条等没有吸附性的工具敲打于地面一屏 第三步 门尾固定 拿出脚码放在门尾上 用记号笔标记螺丝孔位 接下来用钻头打锅并打入拉抱螺丝 放下脚码定扭紧额丝 完成门尾固定 第四步 充电测试 用离合钥匙分别再电击两侧 合上离合器 按下遥控关门键 伸缩门 会自动沿着导航磁铁的位置 行走到关门线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